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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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面的單元要講民主運動的奉獻 在1986年 王先生有他們在南加州的我們所有的橋盛 他叫橋盛 叫平常盛盛 台喬 那時候台京有一個 為了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 那時候往生是做護術宣 他就是把這個商業界、學界的 把這個有錢打破了黑林袋 幫好幾個人都傳官回去 總管是沒成功 台灣沒成功會有成功 但是這樣也促進了民主進步黨的成立 這部份是佩朗先生來跟我們講一下好不好 謝謝 李先生溫瑋一定會在台南幫我們講 不過這部份就給你講好不好 我坐在下面 本來是三位 本來是老人 已經講很多 我看時間已經四點多了 所以我要用最短短的幾個月 我們兩個禮拜 我相信我們在台中有很多人 在這個王迪士尼公司 在那裡 每個鄉親一票 真切草的英國會 我要先來講一句 這個會的成功 大家看一看 我們才知道田一宏 田總裁 陳文石現在在學校 我覺得本來我們三個人是共同造極人 總是你們可能 沒有一個主義就說 有一個榮譽造極人 叫做王塞 我是 我心裡要提出這件事 提出的 因為當我的會流 看到 Jetley的氣勢 這就打開 田總裁 發市統政委 美國發市統政委 所以我 就意不容辭 當中這個榮譽造極人 所以他在這裡 感謝 我為什麼說這個 因為這個 天壯的關係 這個貴眼鏡的關係 因為 南市貴眼鏡的關係 他們這對 賢慷力 他們創設這個待遇 在1990年的時候 從這個人 人物獄 人物獄獄 人物獄獄獄 獄獄 來頒獲蕭泰人 因為我是他的好朋友 我最知道 在那個時候 這個獄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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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有理智了解的方法 所以我就會提起這個 就是要來講 王貴映仙師 的選抗禮 創新這個 台地基金會的建築 無形容 做 我們一次 英國會成功的背後的推手 非常感謝 謝謝 我在這裡 英國會成功 有這個picture 這個picture是我們第一次 台地基金會的工廠的商品 我剛才看 我年輕的時候 他現在才會打 他很清楚 原來過年跟我說 說這個基金會的 紀念他的媽媽 要用他媽媽的娘 總是貴映仙這個人 崇散如流 因為我跟他建議說 貴映仙 不要用他媽媽的娘 來用這個宏觀的名 後來經過討論了 他決定接受 台地政治 台地基金會 所以我說 貴映仙是一個從聖途流 的仁者 剛才有看到 發派的秀 前一回的發派 我跟貴映仙做的 去WASHINGTON D.C 全身這個中央委員 我在中央中 搞在這個身體和法庭的時候 其實 叫我說 貴映仙 有關於民主運動的事情 總是我要跟各位說 各位 表面上看起來 天上 貴映仙 發派沒有關於民主運動的事情 我身上帝映仙 很配 同時 在那當年 中央委員在那裡做的派 他甚至 在 七八年後 他本身 當年發派的學院 他當年發派的學院 不是很挑戰 他本身 走去帝映仙 他在那邊斷 發派的那個手帳 他沒有我感到去 那個發派的手帳 老實說 比學校手帳說很簡單 我們就知道 貴映仙 貴映仙 如果我叫他農民學豪宅 喔 還有遊艇 那個豪宅 要是說他的投票 有清晰的 那種的設備 他在那邊斷 那種人 經燃 貴映仙 當年發派的學院在那邊斷 的發派當中 開陸 去帶那個 很比例 很簡陋 的黑的手下 簡單的催俱 簡單的餐盤 現在有兩三五年 因為大家 我要穿豬下廚 讓人很感動 他是 能居人生 時代 的一位冷靜 在1989年 那個時候 我們都知道 美國會受勘 給美國負責 因為 不可以 不可以 有功 啊 這個 心情 非常悠閒 那個時候 美國負責人都不敢說台灣 那個時候 美國負責 改革 台灣民主 因為 經濟相關的 所以 我老心啊 跑去做總編輯 一直到 民進黨 建黨 育治 就停了 在那個大陸 有另外一個 我去送 他扮另外一個 補充叫做 阿酒燒 我這個 台灣民主 我 我跟 堅持的相處 是說 好啊 你白面的 我黑面的 因為 在那個時候 我們的代理 需要精神食量 精神食量 所以 在 阿酒燒 就是要 讓 我們 community 我們的社區 我們台北人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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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民國 那時候 辦業 是一個 結業 不重要 民主 都不重要 辦業 黑白民 黑民 白民 好 所以 在這個 每一段時間 雖然一般阿酒最多 我一般 沒有人家公道的台灣民國 總是 最暗中 從後面到那三 我心中 我心中 有這份 親切的當年 那 在1986年民進黨建黨要往的幾個月 那時候要鼓勤第一次立法委員和國際代表的增額選舉 因為那時候都都變動 所以我們在國民代表到一半年來的選出非常久 所以那時候我們用傳官的方法 傳官不可能成功 總是因為傳官去製造一個桃園市 桃園機場市店 那年曾鵝國代表是十一選 曾鵝立委就十一選 比立法委員本來是兩選 跳起來十一選 所以壓到小數 總是在整個民眾的過程 是非常透過 非常透過 國民代表在台中 國民代表在台中 很強 憲法 想要做 以前是只有國內可以選 選總統 變選選的就是蔣總統 就是我們在台中 收憲 想要做 每一個人一票 總統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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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就是他選 總統是在這個過程 我告訴你他們傳官的時候 你在浩清白 你看不到黃桂荣 你看不到他 總是他在後面很少 從我們做那個當中 做那個當中 做那個當中 他在後面很少 所以他看不到的 在後面很少 被小民國人 背後 我說 他就是 他就是一位行俠藏業好看 那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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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 你 他 他 你 我 他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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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去做總統 總是在國會裡面 我們要是少數 所以是他們問題 所以雖然正宗醫師 代表台人 總是他跟民進黨 都有結束聯盟 結束聯盟 民進一個有力的聯盟 所以這都是因為 他爸爸牽絞 被人家 他精神擔造 換一句話說 王家從來不缺席 最後 我在 兒子 當總統的時候 他控訴你 他幾年 在國出國 我們都知道 總統 他說他要聽請一個人 幫助國出國會 或是總統府的主權 這如果不是實質靈慧 他如果不是有公在 我們的 公在台灣的這個 大的 不可能 所以 我剛才在這裡說一句 貝貝 不出來 和 貝貝 和你提議 和你打算鼓勵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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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先生 謝謝 下面我們要談 這個單元是很重要的 我們台灣的 唯一的台詞 這個故事我們要請 田董事長來告訴我們 來我們請田董事長 王夫人 還有兩位公子 我真的很懷念我在外公的那十五年來 從1982到1997 從1982到1997 每一年跟 王老師的夫人 還有兩位公子 就是 當典人家 都一起在那邊 那 我剛才講了很多 關於王先生 對於社區 對於台灣 對於民主的故事之後 我想我們還相遇到 對投資 其實大家對投資有興趣 這一天是很重要的 的一個過程 因為 我們在1976年 我也是1976年 來美國的 那個時候 大家來了美國後 出錢很簡單 我們就在美國銀行 我們就在日本銀行 可是我們很難見錢 所以那個時候 萬通銀行成立了 可是在 1982年 1982年 因為 外投銀行金 外投銀行是1980年 3月17日之一 資本金 那時候是 660萬 可是 第一年 1982年 都虧了200萬 1982年 預算 應該會 400萬 就等於是 660萬 那時候 我在外投銀行當董事 那怎麼辦 面對的不只是虧損 還面對的 虧損更嚴重的是第一 好幾個大的官司 在告銀行 其中有一位行員 他就是因為 性騷擾 因為一個主管 性騷擾的 嫌疑性騷擾的關係 當然那個官司 就 600萬 好 那還有其他 然後幾個官司 這第一 所以 那時候就必須要 真資 可是那時候的 大股東是 台南的 無家 台南無家 其實是 有實力真資 啦 可是問題是說 你敢嗎 你知道這個 他叫倒 你敢嗎 因為 當初政治時候 必須要向 投資者說明嗎 那時候有向投資者說明說 今天可能有虧損400萬 我們還有幾個官司說 一個官司告 我們還有600萬 所以會去投資 那 那時候 有一位 高級行員 左先生 也是上隊的成員 就 不說了 他把這個情形 告訴王先生 王先生第一 就要就說 啊 這是我們台灣唯一的 台灣人唯一的銀行 美賽克爾德 OK 他就 當然要先了解 我不曉得 我想 王夫人是不是還記得 本來 這個銀行就已經快要倒了 大概在7月的時候 有一位 有一份 美國的主流報紙 在 預估 有哪一些銀行會倒的 裡面有52家銀行 萬通銀行還第四 就是 就是說 實際倒是 可是那時候 我有機會 跟王先生談到話 王先生跟我講 不管 當然我不知道 王夫人是否知道這件事 王先生跟我講 不管 但是沒想到 進行地方倒 他一定要拿出來 所以 所以 因為王先生 他率先拿的是 一百萬出來過後 而且他也說出了其他那時候在商會的一些會員理事 所以 所以 大家 最後 集資了 最後 八百多萬 這錢您知道 大概是不會回來的 可是 我想告訴 當初 當初 一百萬 因為銀行做得好 是三塊錢股 所以 那時候 投資 一百萬是 三十三萬三千三百股 三十股 可是 後來 因為 我們銀行資產經營 也有 配股 也有分股 大概 等到銀行將來 後來要賣的時候 大概 我算了一下 大概是變成七百七十 變成七十七萬五千股 那時候 國泰賣的時候 呢 的價錢是三十七塊 所以這個一百萬 當然這麼多年 還有分那個股 第一位等分價 就是說 1982年 臺美 今天會投資了 這個一百萬 到了後來 跟國泰合併的時候 是變成兩三八百萬 而 如果那時候 他們 我不曉得 那時候不曉得有沒有 沒有 因為那時候經濟很好 後來呢 這一股 三十幾塊的換股 後來國泰的股票 變成七十五塊 所以 三 所以等於是 如果那時候 還換成股票的話呢 等於是一年後就換成了 是 啊 將近零錢 啊 一百萬 為了 唯一的目的 任何人 都不會把這個錢丟出來 不要說一百萬 十萬塊錢 一萬塊錢都不會丟出來 如果你告訴我 我告訴你說 這一定會打 啊 你願意把那一百萬拿出來 OK 所以 萬通零後來的成功 我想我們一定要感謝王先生的眼光 跟那個愛台灣的心 所以 當我在看 啊 這麼一個義務的時候 王貴雲先生是想當說 幫助 萬通零後的統整 可是 我還想跟各位報告 其實 有一個 王先生 可能沒想到的 就是說 他對華資金融界的貢獻 因為 1982年 那時是第一家的華資銀行 如果 那時候沒有這筆直接拿出來的話 這個銀行一定不會生存 如果這個銀行沒有繼續生存下去的話 表示什麼 表示以後 很多人想投資銀行 為什麼後來 這個萬通銀行投資 成功過後呢 華資銀行就變成百發其放 很多人都投資了 台灣銀行 好 如果 萬通銀行不成功 就表示以後 這些投資銀行 大概 都不敢再去投資了 OK 今天華資銀行等風波成長 大概不會看到 我可能也不可能在那邊跟大家講話 因為我已經沒有銀行可以繼續去做了 所以我覺得 更重要的就是 王先生那時候代理 放了一顆種子 這顆種子 這顆種子 在十年後 二十年後 三十年後 就已經是成長 變成一顆棒樹 讓我們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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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夠 所以 都能夠 因為 當初的一顆種子 到了今天 變成我們華資 大家都知道 這麼多家環境 變成華資銀行的風波 這是一個很大的推移 這是 這是王先生的 當初的一個名額 所以 我在這裡 要謝謝 夫人 還有 謝謝大家 對這個華資銀行的支持 所以 當然我還可以繼續講 三個小時 關於華先生的支持 可是 我想我們可以下次 一定會的話 我們再講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田董事長 是 台美歷史學會 會長上面的指導委員 趙吉人 我們 非常感謝 這幾年 你的支持 謝謝你 我們要謝謝 我們田董事長 我們歷史行會 也是因為我們田董事長 所以我們就現在 現在才繼續做了五年 這樣 我們那個 楊會長 我們的 政務委員會長 都很認真在做 我是受感動 我只好一退休 就趕快來做 那個也是 受了你們的感召 謝謝田董 好 我們下面 我們就知道說 王先生他這個 太棒了 不管是在做生意 從旅館業 跟商業 然後到了科技人才 都面面俱到 那當然最重要 也幫助了 我們的民主運動 因為有賺錢 鼓勵大家賺錢 有商會 有銀行 民主運動也因為這樣 得到了很好的support 那最重要 他也幫我們大家 帶到旅遊 不但帶到旅遊 還把我們帶到DC去 我們現在要講的故事 就是 發卡的故事 臺美人公共事務會 臺美人公共事務會 好 對 好 我們委屈也是 一路參與發卡的 他說很重要 這個 你們的curl hotel 是不能賣的 他說 這是我們台灣民主運動的 這個 所有的搖籃 我們發卡也是 所有的籌備會 都是在這個 他上次那首都老媽在印 他上次那首都老媽答應 他上次那首都老媽答應 他上次那裡啊 因為有這個support 去開花也不用錢 吃也不用錢 看也不用錢 大家都要去 所以所有的good thing 都haven there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很棒的一個歷史 現在我們來講這個 當初有一個人 我做寬布朗 你想要說寬布朗 這樣我們大家不想去講 一自 翁衛甯 開始去DC上班 翁衛甯 其實他做三年的副會長 翁衛甯 翁衛甯先做會長 他讓他先做 他放棄的時候 他 我們會長告訴他 所以我客人說 他的故事都說給他聽 我一開始不說一天好 翁衛甯 讓他的idea 讓他的connection 就是DC的connection 但是他用他做生意的行李 擴充 他說話牌現在走起來 我不知道話牌現在有多少分會 在美國 在美國都有分會 很多 我不知道他在哪裡 而且 世上也有很多分會 所以這是王先生做生意的方法 擴展 兩塊做世界商會 做北美洲商會 做北美洲旅館公會 他用一樣的把他這個話牌 他把他推進到全世界 真是 讓我們很茁壯 我們現在來說 這個話牌 這個客戶老的告訴就是 董初他去做會長 他還去DC上班 還去那裡 跟主婦 請那個防護人 給我們包裝他 也要跟主婦 他要跟主婦 去那裡 把這個話牌 做得很好 我們聽這個董初 一個概念 他去做會長 他就開始在那裡上班 他叫柯布朗 他來講他的故事 他就像說 維尼要跟我們講 我們先來看他的臉 維尼有幾天在那裡 他不是年輕人 剛才那個年輕人 你現在看他 現在是這樣 謝謝 民視您今天 他和您有請 拍攝 一下 復習 呼籤 冰糖 即将 means 《Alway Sleeps Never Gets Old》 And Ken Zhong Wang gave me that name And it is still with me today But after a while, he gave me three new characters for my name Why? He said, because you are getting old That was thirty years ago, almost I started with FAPA in August 1989 And Ken John was the president of FAPA back then He had given me an old station wagon from the old Howard Johnson Hotel in Maryland That FAPA owned and that some of you might remember Every time he would come to DC I would pick him up at the airport And the first thing he would say was Let's go to the Asian supermarket in Chinatown We would then fill the station wagon up with vegetables, chicken, meat, etc. And once we arrived back in the FAPA house He would start cooking for hours and hours He would prepare Chinese lunch, breakfast, dinner And we would eat together three times a day And when I first met Jackie in DC She asked me how I was getting along with Ken John I told her that we got along great And that I was very thankful for all the food Ken John cooked for me day after day Jackie asked Ken John can't cook She had no idea I'm very proud of the work that the very large FAPA family around the country has accomplished over the years Let me highlight two issues If you are a Taiwanese American and you list Taiwan as country of birth in your American passport Then I hope you realize that it is due to FAPA's work on Capitol Hill We made that happen in 1994 Why? Because FAPA members told me at the time that they rather have no passport at all That list China in their American passport Second If you are excited that President Tsai Wen just concluded two groundbreaking stopovers in Los Angeles And Houston Where she received a U.S. welcome unlike any Taiwan President has ever received Then I hope you realize that it is due to the Taiwan Travel Act That FAPA made happen I wrote it in 2004 And at the time Congressman Shevitt from Ohio Steve Shevitt, whose name you probably all know Introduced it But it did not go very far We reintroduced it in 2013 With a member of Congress from Michigan Same story It didn't go very far But when we introduced it in 2017 The bill took off And was unanimously passed in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Within two months in early 2018 Three weeks later The president signed the Taiwan Travel Act into law The rest is history as they say The Taiwan Travel Act is something we at FAPA are very proud of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thi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this Until Taiwan's president visits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D.C. I think this is a great round of applause Thank you So yes, Ken John pretty much led me to my work And only encouraged and supported me And I am grateful to him for that He was a little giant He was a gentle giant His portrait, his photo hangs in the FAPA conference room The big portrait of Ken John Hanks in the FAPA conference room in our office on the third floor So we think about Ken John every day So again, thank you for welcoming me to this event tonight And may many many more follow Jing Do Sha, Taiwan Winsu Bang Zui Thank you 짓�my大家知道フAPA有多重要 對不對 我們這個 FuapA幫我們爭取 我們 a... 蔡英文總統來 可以有這個台灣旅行 太棒了吧 所以我們要感謝王先生 創立了FAPA 讓FAPA這麼的成功 然後FAPA在全美國全世界都有這麼大的力量 我們在D.C.有一個這麼好的一個 這個臺灣的魯稅團體在那邊也有一個固定的辦公室 太棒了 好 謝謝各位 我們現在要繼續下一個單元 是更棒的單元 我們請林洪榮先生來跟我們講臺灣會館的歷史 現在我們可以說會館土地有四萬尺 建物有兩萬尺 再來一個 來 阿長 你們接下去 阿長 你們接下去 還有Michael John 還有臺灣的朱大使和公主任 還有各位前輩 會賓大家午安 大家要說 老正在那裡 進入最後一個單元 其實時間有嚇過 你們可能會很豪宅 這個臺灣會館 現在生日月有四萬尺 建物兩萬尺 這是很大很大 我經常有些朋友在聖爺後說 你們很賺錢 我們協助在台北館 台北館怎麼會叫我來報論這個地方 其實我最愛說的是台北金會 因為我印度台北金會很久 但是當時我們在討論這個規劃的時候 沒有人有話說 這件事 所以當時 當時 當時是怎麼要來管這個臺灣的館 當時他的肚子 是誰 他看臺灣的館 他看臺灣的館 會優勢 是誰 這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我們現在 黨的館都是下一代人在歐國的 他更不知道這個東西 我當時 是1998年 我當台北航台 會經理的 台北每次 台北的科技社團 一般不會進行政策 或是社會的團體 尤其當時 要參加這個 臺灣會員 在團體會員 要關一千塊 這更不可能 當東西有兩個 台北社團 科技社團 一個就是 台北教授協會 臺灣人教授協會 另外一個就是 台南教授協會 當時 因為我管理學院 所以我比較有時間 來開會 臺灣人教授協會 非常對勤的一個 比較不夠 所以 因為這個Faceground 所以我 蠻清楚的 然後我也不是一個 前面的 其實我是一個科技人 我是一個科學家 我一般 基本上我來開會 是我一般 一般 這間人 很少人 我開會是 我慢慢 我就因為這個員工 跟同學 就對 時效好交往 就跟他們交 比較進一步的交往 所以我 知道這個貴族 風險 他到底要亂想 所以我趕快要用這個機會 來報告 我不是在報告 台外有關 人家在報告 當時出發的心是神 我科學家 最愛知道 你當時要亂想的 你為什麼要這樣想 我不是在看後面的結果 我們在看最延遲 最延遲 其實是很有錢 是 我們很怕 這台灣的 要吃 來 我有做 這沒問題 我基本上 這上個來是好 這台灣好館 在1998年 這塊 我們是關上的 當時價值五百五十萬 其實很少 五百五十萬 由吳立培先生 當召集人 當時王先生 有提出一個 要叫台灣社團 台灣人募集 相費資金 要募集一百萬以上 這是他當時的條件 等一下會講 為什麼要這個一百萬 一百萬的相費資金 在Valivential 6月12號 舉辦一個餐會 一千七百人 這是 繼 那個 我們給 For President 那個餐會 一千之後 台灣人最大的 一個集會 搞不好 還是空前結後 我相信是空前結後 因為這也是 你要付錢的 可能最起碼 一張票最起碼要一千塊 一千塊 所以這是很難得的 那這個 因為這個會很成功 募集到一百萬以上 所以台灣會還得以 正式成立 這樣 怎麼說 這個 我們是當時 這個 他的願景 這個一百萬 為什麼他看到 要收一百萬的相費資金 因為王雪姊當時希望說 他這個圍款 這塊地圍款要五十萬 要付簽 另外 這個五十萬搞不好 是他們自己也付簽的 但是當時 一百萬就是這樣出來的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 另外有三十幾萬 大概有三十八萬 是要買後面的規定 一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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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塊王雪姊是要結尾 那塊 停了四十多個車位 停車位 其實那塊塊 我們這塊四萬車 有將近六萬次 很大啊 很大啊 當然都是建議上面被人的採納 被其他董事採納 所以很可惜 那一點 到時候 人家知道 我們 唐柯凡是要破壞 所以跟我們拿起來 這是 那我王雪姊 他有一個說 那條過條 這個 西向人那邊 牆要打開 有六千辦公室 可以出租去 另外 西北角 會館部門 可以來做餐廳 這樣 這樣扛的會館 就可以 independent financial independence 這很重要 其實 我很欣賠王先生 因為 貴清張 郭清江博士 我曾經做一組 王先生 最浪漫的 欣賠是說 他投資 從來沒有失敗 投資 所謂不管買行 做生意做什麼 都有失敗 都有失敗 你承這件在看 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成功的生意人 他是有看到說 我不是想 你成立一個會館以後 每年要什麼失敗 我會去東西 每年都要為了 金木板10萬塊 招待一個 台灣會館 周年慶之類的 這很辛苦 如果你有這些殘戶 可以租出去的話 五萬五十塊 另外就是左邊 我們這個左邊 有一塊裡面 比較滿起來 也是經過騰程 或者才滿起來 當時也是說 要把那塊地 當作停車場 來台灣會館 有一個最大的遺憾 就是停車場是太少了 因為今天這幾位 你們才知道 我們停車真的很困難 為什麼 當時就是不要聽黃先生的話 要是聽黃先生的話 我們今天就不會休息 那這個延期是什麼 他承認這個延期是什麼 當然剛才大家都講說 從台灣的觀光機構來這裡 都要到總王會館 沒有一個台灣會館 另外黃先生 他也曾經跟我講說 他來移南加州 當時南加州 現在後程有70萬個台灣的遺憾 但是我們並沒有一個台灣會館 反而像紐約 都已經有一個台灣會館 而且給他們辦活動 所以他說我們不可以 在南加州 一定要趕快做一個台灣會館 但是他很可惜 他當時這個建築來的 並就是當時還是 就是大家 台灣人 有一個人 我是很感嘆 其實大家應該共享盛極 不應該說 都在懷疑別人 黃先生一直在說 1982年整體日 台灣經濟會的時候 大家有的人會懷疑說 你這個用心是什麼 你這個用心是什麼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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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就是因為這種閒連協理 所以一些科技社團 一般都不會來 這個都不會 很容易 但那一行 跟教宗協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那也知道我們是邀介 但這行 如果 你朋友 有認清楚的話 不管他怎麼樣 你都會 危險 這樣一點 所以王先生 兩位觀眾看你比較容易 看見到間接比較困難 對 這個是值得讓 我們經過這麼多年 大家應該要感激 感激 為甚麼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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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一個早餐 其實我們應該 一定要感激 另外 我已經先行 本來 健康會館要按照 去operate 本來 這個地園是 一個叫 降財修情中心 是一個健康肌肉部 健康肌肉部 裡面有八個室內球場 他當時是打算將五個 五條件建築 公臺灣社團辦公室 這間 一定會這樣說 你說 匪官應該有很多辦公室 讓臺灣的社團來這裡辦公室 給你看 臺灣人 很多社團 臺灣人其實有夠多社團 很多社團 很多社團 做了已經 做了很多年都沒有下來 反正 就是很多社團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但是社團大部分都是沒有辦公室 我相信當百分之九十幾 都沒有辦公室 都沒有辦公室 這是相當可惜 王先生 就是有這個理由 就是說 如果 臺灣會館 口罰很多辦公室 譬如說 同鄉會 花旁 公民協會 旅館公會 臺灣商會 公公辦 大臺灣食堡 都在這裡有固定的公室 這樣大家還可以共同提供一個secretary 然後 你就會變成說 看起來會有什麼體驗 人家來訪問我們的話 有一個客廳 大家可以去那裡 就會有什麼體驗 而且人家打電話進來 有一個秘書在接 為professional 這樣才是對的 但是這個 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 這個尊重 但這是相當可惜的 他認為說 他甚至在講說 如果這裡開別點 蓋一個 一定也在說 這家餐廳 這家餐廳 十幾棧 這個是 這個是 捐縮 如果 蓋成一方大樓的話 有一部分是當作旅館 另外一部分就是當台灣人各個社團辦公室 那旅館的收入就可以來維持這個 然後旅館的 然後 台灣人的社團辦公室 開連會 都要到不同的地 rak 屋 ine 居 chatting おい 費用都很貴 如果有一個共同在這裡的地方 也可以住在這裡 開會也可以在這裡 開聯會也可以在這裡 那這樣的話是太完美 讓臺灣人家外也可以更加環境 這個是他當時的貢獻 最後一張時代就講 王先生對服務設計的顏值 我覺得這一段是他聽我講的 在台灣會館裡面 他的Daniel Hook影片看到 是1998年第一集的 有人訪問他 他講說 服務設計針對社會的需要 要針對社會沒有的而提出 這個很重要 可以說 其實你看到王先生 過程 他的原則是在花花 那些也沒有花花 你萬光會動起麻花 台灣三位動起麻花 他也不用麻花 所以他都是針對沒有的 社會現在沒有的提出 但是要考慮自己的力量 考慮時間 地點 跟企業員一樣 服務設計一定要把握時機 也要做好人機關係 促進大家關鍵的溝通 這是他的原則 這個原則 我相信對我們黨的 農舊期發生 甚至讓人也可以把這些原則 拿來教討我們下一代 都可以用的 你要提出是社會民有的 社會民有的 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 那 最後 我有兩個建議 有兩個建議 因為基本的 集中有一個建議 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 你到任何行大協去 你一定會看到的圖書館 每一所大協的圖書館 是那個大協的精神指標 也是這個大協 是不是 很非常非常好的大協 的一個指標 你去看一定沒有 一定沒有錯 你去遊戲公司 你看那個 總圖書館 你去好看那個 你去南加拉看到 總圖書館就對了 你看這個學校好不好 你看那個 總圖書館 那我們來台灣會玩一樣 你要去看看 這個圖書館 王貴雄建圖書館 其實不是 是在1998年 第一屆的時候就是做事結 結議 這時候我們不要弄一個 王貴雄圖書館 為什麼是這樣 其實這個有時候說起來 也是讓大家 有一點覺得 不忍的 因為一般 今天這麼多錢出來的話 這個第二屆一定是以他名字 掛他的名字 這個 Kanjong Wang 第二屆 一定是這樣 一定在外面 一定有一個這個 那當時 台灣本書館 台灣本書館 你觀察要補錢 補條件 就是 就這樣 然後 當時就是一個 compromise 就說OK 我們用一個圖書館給 王貴雄 一個圖書館 但是這個圖書館 其實 不然如果要做的話 就要做得非常實現 就是 我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呢 你到任何一個地方去 一個別點去的話 那個 多人 主要的多人 一定有他的同向 包括 蔡同龍 在零四 進入他的便利 大廳 就看到蔡同龍的 銅像在那 我們進來這裡沒有 我們進來這裡沒有 就 在講庭上有掛一個 王貴雄這樣 這樣不夠 對一個 一個 以後我們要犯規 對 所有多人 一定要 對 一定是 這樣 一定會非常注重的 那 我是建議說 弄一個 弄一個同向 在前面 在前面 是在大門進來 這樣 這是我最後 我的 建議 我們謝謝林先生 好 我們 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大家聽得也是 很過癮 但是也 有一點點累了 那我們今天就 所有的待美 進去到這邊 那我們最後希望 我們 我們 叫 John 跟Michael 給大家做個 Closing 好不好 就是 我們 Wine Family Wong Family 你告訴你 你是Wong 你是Wong 我們 來 我們 說一下 各位 這台詞 都出來了 大哥 大姐 黃國安 平常 來看我 我今天 是在聽過 有時候 這件事 一共的詳細 也不可以 和你一條 我們今天無聊的事情 一個人是說要是感謝我們太太 第二 我的名字是說我是辣妹 好生 辣妹好生 感謝今天有這種事情 我們要繼續來做 我拜託事情就做不了 我剛才一旁就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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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學生 我現在要再鼓勵 大學生 老闆就被牛肉負責 做了兩次就買到錢 我這回就不起來 去大樓梯 我剛才是給你回房 你給你一包 我現在都要請我們 同位總統要經典來 謝謝 來來 我請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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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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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謝 楊佩長總和聖妮王 扮演這很好的 爸爸的Mending Your Story 謝謝大家 大家可以說 你會說 他已經有三十三小時 還有一個 不夠以來 真的 這麼多人 教人說話 這麼好的 人都 很怕命 又愛當人 又疲心 進攻 爸爸是好 因為他 是困難的 很好的 我媽媽 不知道有幾代的朋友 說說 做天壯話的不太難 事情做不了 要幫爸爸 顧生日 顧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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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要 我寶小孩 贓 去靦命 看我 交掉 好 我天氣 如果妳 因為我爸爸大腿冠 我講過台北什麼都痛不好了 所以我們要去借大家的能力 繼續努力 謝謝 謝謝莊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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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COMMENT 我們爸爸跟我說的 他是很高貴心的人 有時候PTC住了一台 說吃什麼 每天一萬塊 一碗一頂滷肉 吃一口味吃的料 中午都會吃飯 參與豬油 滷肉在豬油 每天都吃兩 中午吃那個 又是滷肉 生病 every day 我都走進去 但是我爸爸很貴心 很韓國人 這步我 我學會了很多 從那邊 謝謝 謝謝莊佳先生 謝謝莊佳先生 我們最後請我們台灣會文 董事長佩依弘幫我們做一個結語 我們今天我們花了三小時 當然遠遠不夠 總是我們在這裡感念 我們在懷念 一位熱心的人 有愛心的人 對我們台灣 有民主自由 還有對我們台灣的將來 很有號表的人 我想 我們的傳統就是我們有這麼樣的人 對我們做一個榜樣 讓我們知道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把這個體驗 繼續傳承下去 我想這是我們為什麼 王先生一直要成立這麼多社群 包括台灣對方的原因 就是一個傳承 把我們的台灣人的 優良的這種背景 台灣人很驕傲 我們能夠讓我們的第二代 繼續的學習下去 我想這三個小時對我來講 我真的就是感恩在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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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實在是謝謝各位 過了三個小時 太棒了 大家繼續為台灣勞令 我們感謝大家今天來參加 特別感謝台北的歷史協議 有機器 我們真的要把它挖出來 祝大家發福一下 感謝大家 我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